美西南法轮大法协会于6月6月在美国总统欧巴马与中共主席习近平即将会晤的加州安纳伯格庄园附近召开记者会 记录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要求停止迫害 惩办元凶 美西南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陈诗仲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迫害 必须立刻停止 并严惩元凶江泽民 罗干 周永康 刘京 曾庆红等 他同时呼吁欧巴马总统直率地向习近平提出法轮功问题 以结束迫害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代表丹纳丘吉尔医生指出 过去中共一直在死刑犯身上获取 自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的2005年开始 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代替死刑犯成为最大的器官来源 两位法轮功学员在记者会上讲述了本人及亲人 遭受的中共残酷折磨和迫害 从华盛顿DC赶来的马春梅女士 讲述了自己在黑嘴子劳教所遭受野蛮灌食 吊打 死人床酷刑 参加记者会的数十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共同作证 讲述了在中国遭受的肉体折磨 精神伤害 以及在经济上的迫害 呼吁习近平能倾听人民的声音 停止迫害 释放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法办镇压法轮功的凶手 新唐人记者夏小和 孟珍妮 洛杉矶采访报道 讲述色 badge sa station 讲述色